這個就是溫哥華的國際機場 很安靜 我昨天就在這裏下機了 Check out 之後 都不用出去外面 就這樣 走幾分鐘就到這個酒店了 總體來說這個 房間都不錯 外面又夠開陽 又看到 外面機場的東西 所以 都幾舒服 房間每晚年稅是530多元 1cm4cm4cm4.5cm、是5。5cm4cm4.5cm4cm4cm4cm2cm240 fly 還有洗澡的地方是分開的 洗澡的地方除了有浴缸之外 還有一個淋浴的地方 你可以站在這裡用花灑 也不錯 在這個時候 當然盡量不要用浴缸 用花灑通算了 這裡有一個地 一個通道可以出去 床那裡 但是這邊也有一個地方可以通出去 這就是通出去床那裡 還未到床之前 也有一個衣帽間 因為我洗了衣服 所以掛在這裡 不錯的 挺大的 有個鑑蠻 我自己帶洗衣粉來 這盒就是 這樣 從這裡走出去 就是房間 就是擺床的地方 挺大的 根據官方的網站 網上說 這裡有四百多尺 這個地方也可以擺行李 我的背包 好 這張是King Size的商人床 兩邊 都有 就有個櫃 上面放了個電視 下面也有 下面的櫃分在三行 這邊 就是放一些飲品 中間 是有個咖啡壺 有個熱水爐 還有一些飲品 還有個風筒 但我沒有用 我不用用風筒 這個 右手邊 這個是焗爐 但我都沒有用 因為它是 包含三餐 一天 所吃都不錯的 昨晚我吃了一個 漢堡 今天下午 我吃了一個 Fish and Chips 這裏還有一張桌 是可以給你做事用的 都不錯 幾方幾大 這裏還有一張桌子給你吃東西 還有一張 下床之後 這個空間 是足夠給你擺兩三張 瑜伽石 你可以在這裏做運動 不過最正的都是這個 落地玻璃箱 外面呢 就是 這裏就是溫哥華國際機場 我便在這裏下飛機 出了 Immigration之後 都不用出 露天外面 直接 就可以上來這間酒店 現在 下個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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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